今天有幾個重要的亮點值得注意的 第一個是OpenAI的Otomone 他現在要號召五兆到七兆的 這個全世界的基額資金來共同投資AI晶片 這個其實也告訴大家 現在要重新蓋一個高速運轉的 這個高階的這個半導體廠 可能要耗資非常龐大 這個是孫正義他在這次ARM的股價大漲之後 他也決定要籌資1000億美元 來蓋經驗廠 那這個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過去的微軟 孫正義大致上在中國的經濟奔出的路上 他有很大的比重 他是靠馬雲 所以在這個軟體銀行 在馬雲奔出的時代 這個軟體銀行的獲利都從 這個馬雲的阿里巴巴而來 包括相關的投資的主公司 那現在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現在孫正義告別馬雲之後 他重新在新的航道上 在ARM的發展 他找到一個新的臨界點 我相信這個對未來他的發展是有大大的幫助 另外一個是在現階段我們看到AI的發展 現在是在2024年之後 他形成一個大家都看得懂的一個新的態勢 這一期的時代雜誌 封面他做了一個全世界AI100的人物 就100個100大AI的人物 我們台灣的唐鳳也在這裡面 那大致上我們可以看到說 奧圖曼是最大的那個頭那個 那大致上是確立了AI今年的發展的方向 這當中啊 那NVIDIA的市值啊一度呢 他要過了我們可以看到 輝達的這個市值最高來到一兆八千兩百五十億 他超越了Google跟亞馬遜呢 他變成美國第三大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看在整個前十大當中啊 台灣的台積電呢現在第十 這個李來是現在 減輝藥當中一金突起的李來公司 他透過不斷的併購啊 現在市值跑到七千一百八十九億 已經把特斯拉呢 連到十名以外了 這是一個在這一週當中非常顯著的變化 另外呢 因為NVIDIA的加持對Supermicron 這是良件或是嘉義人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禮拜呢 Supermicron的股價呢 在二月十六號 衝到一千零七十七點八七美元 這個大量的換手之後呢 他成交量達到三千兩百五十萬股 那一天單單Supermicron大概成交量超過三百億美元 三百億美元大概超過一兆台幣 那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這個對美國市場震撼有多大 一兆美元大概台灣的交易量要成交兩天到三天 那這個回合當中啊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台灣人在美國創業的包括 NVIDIA AMD到Supermicron三家公司啊 都是在今年美國市場 漲幅最驚人的公司 這個是大家可以從這當中啊 可以看到華人呢在這一次 大家最近注意到 去年一年叫科技七雄 但是今年開始呢 這一次呢叫做Ai5 Ai5 這五家公司呢從微軟開始到NVIDIA 到AMD到ProCam 一直到TSMC 這五家公司啊有四家是華人創業的公司啊 這個是華人至光啊 值得大家高度的關注 那75歲的林百里他現在講 他說Ai無限的潛力哦 他說他生日禮物 今年他他不退休啊 繼續要奮戰下去 另外一個對台灣來講 一個大的機會是 眼熊港在這一次呢 由經濟部長王美花呢 他特別邀請MVIDIA跟AMD呢 來到台灣設立物流中心 如果Ai把台灣當成一個 未來的全球的營運總部 或未來重要的一個應酬中心 我相信對台灣未來的發展 包括現在AMD承諾要來了 眼熊港在經過幾年之後呢 我相信這個在推達跟超微 他不斷的這個扎根之後呢 台灣會重新改寫 過去我們在1990年代呢 台灣立志啊要做亞太營運中心 但是呢中國崛起之後呢 這30年台灣一點機會都沒有 但是現在眼熊港開始在Ai的帶領之下呢 台灣會有相對大的機會 這是大家可以好好樹木以待 好4月開始呢 現在經濟部開始 遞出一個新的電價方案 我相信這次的電價方案呢 會影響大家的荷包 但是呢如果相較於全世界 在這段時間電價不斷的上漲 我相信大家心中啊應該可以感受到 在這個電價上漲的過程當中 大家應該可以承受 那我相信這個讓台電有一個好的財報 能夠讓台灣的電列的發展 有更大的發展的新的契機 我相信大家也樂觀其成 今天很清楚